今年七月播出的新番 值得一看的都有哪些呢 不要忘记不熬 第一步 战斗贴贴番 立可立斯 直到我倾起了你的手 我便无法回到这个孤单的城市了 一面是这些美少女 一面是冷酷特工 他们之间的关系 会是友情还是爱情呢 第二步 穿越搞笑番 异世界舅舅 历历在目的过去 心中难忘的旅途 即使你早已知晓 这不是你想要贯彻的生活 从异世界归来的舅舅 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过往 难以传达的思念 能否跨过时空的阻碍呢 第三步 奇幻恋爱番 彻夜之歌 变成夕月鬼的方法 是真正爱上一只夕月鬼 但少年却早已忘了爱 物语系列味道十足 奇幻色彩满意而出 夜晚是属于谁的呢 第四步 魏腾后宫番 七月之吻 七月的case 是否有点苦涩 消失的记忆 便用我的爱来填补 七月无法预测的命运舞台之一 快乐与痛苦并存 话说没有人能够拒绝一个粉毛病交吧 第五步 将棋狗粮番 即便如此 依旧步步进兵 旁边这个词竟然有这么多的解释 我滴水不漏的防守 就是为了向你再靠近一点 将棋形态的高木同学 持球配傲娇才是YYDS 第六步 医药一届番 异世界要局 支撑我心中的那把伞 是救助热小的勇气 我深信自己不会败给失去 带着硬核医药知识 碾压异世界土著流派 鉴定为 我不是药神 是法王 第七步 罗力黑帮番 组长女儿与照料专员 如果你陷入危险 我会立刻赶往你的身边 跌倒了也没关系 尽管哭出来吧 因为我会轻轻为你 失去眼泪 恶霸成为小萝莉的保姆 反插萌简直爆棚 第八步 穿越后宫番 一世界迷宫里的后宫生活 一个现代社会人 穿越到封建社会 干起了奴隶社会的事情 这究竟是良心的泯灭 还是道德的沦丧 尽情收看 棍之勇者 二知 老板卖的都是些什么好东西啊 第五步 搞笑偶像番 神渣偶像 你喜欢上班 我喜欢赚钱 这不就双赢了 飞柴偶像 让超有干劲的女鬼 上身替自己干活 躺平摆烂 还能轻松搞钱 果然身体才是本钱 这番3D的表演 简直让人无法直视 第十步 校园骨壳番 继母的拖油瓶 是我前女友 究竟是做兄妹 还是姐弟 现实比小说更加离奇 与自己的前女友 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难免会整一些花货 前任文学 狂喜